1912年2月12日这一天,清朝进行了最后一次早朝,需要在清帝训位诏书上盖章,盖章之后就对天下颁布,到时候就是清朝正式灭亡,当时龙玉太后虽然有了心理准备,但是说在盖章的时候比较难过,一直好好大哭,不过没有人在意她的状况,只想催促她一下,赶紧盖章颁布。 最后胡威德恐吓龙玉太后说,如果不颁布退位诏书的话,革命党之前答应的优待条件全部不算数,最后龙玉太后颁布了退位诏书,清朝正式灭亡。 这时朝中有很多忠于清朝的大臣开始痛苦,毕竟在当时是王国的标志,而溥仪呢也成了王国之君。